有一个国家地理位置是处在几个强国之间 东边奥地利 南边意大利 西边法国 北边是德国 大家都知道二战的情形 依照这个国家的位置肯定会受到战争的牵连 然而它竟然没有受到一点战火的波及 简直是太神奇了 这个国家就是瑞士 国土很小 人口也不多 瑞士最出名的有手表和银行 劳力士就是瑞士名表之一 曾有一段时间 有钱有身份的人 都是人手一支 劳力士手表 瑞士的银行被称为全世界最安全的银行 是各个国家上流人士的首选 他们把钱存在瑞士的银行就能安心 瑞士旅游业也十分发达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出名的东西 都跟战争八竿子打不到一块 所以才一直被世人忽略的它的军事方面 但其实啊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招惹瑞士 虽然瑞士国家的历史并不久远 但自从独立以来 就宣布是永久中立国 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直接参加 也许是因为瑞士一直保持中立 也并不好战 许多人都以为瑞士没有军队 但事实恰恰相反 瑞士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 男女都会接受强制性的军事训练 必要的时候 全国上下都是作战人员 国家会给每个家庭配发枪支 并要求存放一定数目的弹药 瑞士一直保持着30万人以上的军队 每年军事花费50亿美元以上 这样看来 瑞士的军事水平在全世界 也算是很高的 并且瑞士地理环境优越 一手难攻 想要打赢它十分困难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 即使有国家想要攻打瑞士 也要问问本国的土豪妹 愿不愿意了 全世界的精英 上层人士 甚至是领导人 都把钱放在瑞士 这也成为 没有哪个国家会打瑞士主义的原因